西风集中营 是抗战时期 国民党军统局在西风设的一座比较高的 管理最严的一座秘密金玉 这个是西风集中营的旧址 大门 穿过大门之后 三叉路口 左边是去往旧址 前面是一片竹林 这边是一个礼堂 木制结构的 中间有这个旗帜 国民党的旗帜 整个西风集中营 这个景区它是门票的 这边是四一合作社 长官看不到听不到想不到做不到的 我们要替长官看到听到想到做到 往前走 石头路旁边这个草坪 有两个篮球筐 这边是操场 犯人跑步 还有军统人员的娱乐场地 前面是军统工作区 警卫组审讯室 如果在着右手 然后天 ¿ 还有楼铁 也有锅铁 还有铁链 Ciii 雙 central 但是出来之后也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这些进驻是后期翻新的 如果保持原有的呃房屋的话 可能会透着那种阴气森森的感觉 这面墙就是感化墙 上面写的迷途之返回头山 它是把整个集中营分为两个区域 这边是办公区 穿过这座墙 它就是审讯犯人 关押犯人的地方 这顶屋子就是关押的革命人士 同一都是木质结构的牢房 看一下 只有电视中才能看到的 现在重新在眼前 非常简陋 铺了个草席子 这是一座秘密关押革命居室的一个监狱 关押不是目的 目的是折磨他们 看一下那些刑具就知道了 河斋 1938年的10月 杨虎城将军一家人被囚鸭与起 之后被转移到了14公里外的玄廳洞 就是这里 这也是关押杨虎城将军的一个洞穴 猫洞在前边 这棵树也有来历 1943年 举小宣烈时在上面刻字 整个西风集中营的关押 革命人士的房子都叫斋斋 孝斋平斋等等 猫洞也是关押囚禁犯人的一个洞穴 前方这个就是猫洞 天然形成的一个溶洞 这个洞就是对革命制是残酷 刑讯秘密杀害的地方 无怨无忧 宁静忍耐 回头是岸 迷津无彬 看这是一斋 小萝卜头宋振忠 曾经也关押在此 那一年小萝卜头才8岁 他首先随着父母 入狱到重庆的渣仔洞 之后又转移到西风县的 杨朗坝街域 就是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地方 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年轻的烈士 8岁的时候就已经牺牲了 这里就是中山市了 走完一圈大概一个小时 从西风静越遗址出来了 对面是阳朗湖湿地公园 湖景还是蛮漂亮的 其实当年关押杨虎城将军 还有一处是玄天洞 玄天洞离西风这个地方 还有14公里 自驾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没有车就比较麻烦了 转公交之外还要走至少一个小时的路 所以暂且就不去了 所以暂且就不去了 暂且就不去了 好